俄罗斯又出狠招了 他用人民币来交联合国的会费 这招谁想出来的 太绝了 不得不说拉夫罗夫 人家这一招就是高啊 去美元化直接都搬到联合国了 古德雷斯那是颜面扫地 骑虎难下 联合国哑口无言 据俄媒2023年4月28号最新的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霸气地向联合国秘书长库特雷斯宣布 从现在起 俄罗斯的会费将用人民币来支付 这真的如同平地惊雷啊 如果联合国认为不合适 哎 你可以拒收 注意啊 俄外长执意用人民币来支付 并告知联合国你可以拒收 这就是明摆着在啪啪地打鼓特雷斯的脸 而俄罗斯这样做的原因无疑是 俄罗斯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屁股 你过于坐在美国的那一边 你作偏了 与此同时 俄罗斯又给联合国出了一个难题 送了一个烫手山芋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 联合国如果收人民币 这无疑就表示支付给联合国的费用 是可以使用人民币的 那其他国家呢 是不是也可以用人民币来缴费呢 这也是合情合理啊 相反 如果联合国拒绝俄罗斯的人民币付款方式 那不仅证明联合国就是一个亲美组织 而且联合国还会为此实实在在地损失一大笔会费 我交了你不要 你不要就没有 所以说联合国现在是进退两难 齐驴难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不会欠联合国的一分会费 不会向某些国家一直不交会费 对了 是哪些国家在欠联合国的会费呢 大家猜一猜 不用猜了 就是美国 美国欠联合国18亿美元会费 就这样的老赖啊 你还好意思说要领导世界 当世界大哥 众所周知 联合国的运作取决于每个会员国的会费 而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你超级大国了 你还拖欠联合国的会费 到哪说理去 到今年为止 美国共欠联合国的会费18亿美元 而像津巴布围这些落后的非洲国家 饭都吃不上 人家还交会费 而某些大国呢 所谓的超级大国还在装穷 比如墨西哥 以色列 阿根廷等等 哎 这些国家他们也都欠着会费呢 美国作为联合国的东道主 每年可以支出7000至8000亿美元 却拒不缴纳超过10亿美元的会费 这也是抠到家 有网友就表示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拳脚功夫 真是了得 是连踢带打 踢得古特雷斯颜面扫地 打的是美国无话可说 也有网友表示 联合国以后你这个亲美立场 你得收敛收敛了 你太明显了 在联合国无法发挥公正性角色的时候 俄罗斯无意再给联合国上这么一课 总之一句话 拉夫罗夫 你干得真带劲啊 你们觉得呢 邻居的房子呢 要被法院给拍卖了啊 大家都知道拍卖的价格呢 比正常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所以说看房的人呢 也就比较多 王女士呢 是边哭边在收拾东西啊 家里面不到4岁的孩子呢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在那里开心的玩 这让人心酸 而又同情的一幕 也是发生在山东的青岛 王女士呢 是2018年花了320万 买了这一套房子啊 当时真的是掏空了几代人的积蓄 然后东拼西走 才凑够了30%的首付 大约是100万 剩下的220万呢 在银行中做的一个抵押贷款 5年后的今天呢 这套房子呢 市值只有160万 房价呢 跌去了一半 而王女士呢 从2018年到现在 还了将近80多万的银行贷款 很多人都会认为 那欠银行的钱 是不是就是220万 减掉80万呢 还剩40万 实际上呢 这5年中呢 王女士只还了18万多的本金啊 另外60多万呢 都是还的银行的利息 这就是相当于 他依然是欠银行200多万 王女士呢 去年怀了一个二胎 加上受整个口罩的影响 他们觉得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想把房子卖掉 去房产中介一了解 得知这个房子只能卖160万 而此时呢 他们依然欠银行200多万 思来想去啊 便觉得亏的太多了 不舍得卖 于是呢 就放弃了这个选择 接下来便选择了一条 越陷越深的不归路 按照常人的理解啊 咱们也跟银行签的是一个 按揭抵押的贷款合同 干脆就是如果不还贷款了 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不就得了 让银行去自付盈亏去吧 无非最后就是银行把房子收走 那不就完事了吗 但事情啊 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各位点点赞 咱们呢 接着往下 往下说啊 就是事情并没有像 王女士想象的那样发展 接下来等待她的呢 是五次沉重的打击 这五次呢 真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 特别是最后一次 首先呢 就是房子经历了查风评估 公事拍卖后 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格是160万 最终呢 仅以128万成交啊 还给银行后呢 依然是欠银行80多万 但是除了这80多万之后呢 还是有什么违约金 诉讼费 律师费等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加起来有20多万 也就是相当于是依然欠款100多万 并且呢 银行还完这100多万后 才可以呢 跟她解除之前签的那份银行 按揭抵押贷款合同 事情到这一步啊 还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王女士的违约 包括失信 逾期等因素 王女士夫妇呢 也都两人全部上了一个 征信的黑名单 这就意味着呢 他们会被限制大额消费 当然了 他们乘坐什么飞机 高铁动车的出行 也会受到限制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按照目前的经济形势啊 房价依然是处于一个 有价无视的状态 但是银行呢 为了能够快速的降低坏账率 加上房价仍处于一个 下探的通道中 如果第一次留白 不排除呢 后续仍会放宽整个拍卖条件 甚至降低起拍价等方式 来促进一个成交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的房子呢 最终被七折 甚至六折给拍卖出售 如果是按照六折 甚至五折来拍卖 这样一来呢 他要偿还的债务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不管你是欠银行的钱 还是法院的钱 他们要求还钱的时间 都是有期限的 这个期限呢 也是一个短期 是不会像房费那样 允许你十年几十年的 如果还不上 很有可能会失信 而被执行 成为所谓的劳赖 这也就意味着 子女的成长和发展 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如果当时 按照市场价卖掉 只需也补银行四十万 经过自己一番操作之后 变成了欠银行一百多万 本来呢 想减轻压力 没想到到头来呢 反而压力倍增 正所谓呢 是选择大于努力 奉献各位 千万不要因为房价下跌幅度 扑大而盲目的选择断供 后果真的是非常严重 这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 我和我老公已经分居九年了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离婚 我告诉你 我不但不离 我还会拖死他 他呀 现在是两家公司的老总 年收入过千万 我们结婚十年了 在十年前我就怀孕了 他说怕影响到我们的休息 就跟我分房睡 现在我的孩子已经九岁了 分居了九年 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他经常不回来 到哪我也不会去管他 比陌生的关系好一点 比亲人的关系那就差一点 很多人问我 你这么拖下去也不行啊 为什么不离婚 我告诉你 我不比你们蠢 首先我不离婚的话呢 他还是孩子他爸 不管他怎么对我 他现在起码对孩子还是挺好的 买东西 各种投资 上兴去搬 各种学习 他都不会含糊 如果我现在离了 我要放不下孩子 这么多年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生活让我隔绝了职场生活 我出去想找个高薪的工作很难 底层的工作又太苦了 我肯定是受不了 第二 如果我有个孩子在婚呢 一般的男人我肯定看不上的 我不可能去找一个比他更差的吧 就算找到了 对方肯定也有孩子了 我直接就过去成了他们廉价的保姆 而且我们彼此都有孩子 这中间呢 肯定会有矛盾 他就算说一下我的孩子 我都会受不了 相反 我对他的孩子也会一样 如果对方没有孩子 要求我生一个 那我的孩子到时候会怎么想呢 我觉得这样下去绕了一圈 还不如我现在这样 第三 女人离婚就没有了家 婆家不是家 家回不去了 尤其是我们这种带孩子的 我从结婚开始就发现 自己成了婆家的外人 娘家的客人 每一次我回到娘家提离婚 我娘家七嘴八舌的 就劝我不要理 而且我老公表面工作 做得特别的足 每一年过年 他都会给我爸妈不少的钱 我家里的兄弟姐妹 都是占了他这一边 一直劝我不要理 为了他们的利益 我也不会理 我以前觉得自己很委屈 跟个孕妇一样跟他吵 我现在觉得 我这样的女人收获的可不少 过去的我呢 特别的天真 一直追求所谓的爱情 现在不管你是离婚还是不离婚 永远我只关注我自己的利益 男人自然呢 他不把你当回事 你也要去学会利用他的价值 就算真的离 我也要让自己的口袋满满的 否则离婚对我来说 就是一场最大的灾难 现在的我活住了自己 我根本就不会去搭理他 我发现他现在啊 回来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了 还经常主动找我聊天 不过在我的眼里 他已经可有可无了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吗 上海一位女大学生 凌晨三点误播了妈妈的电话 妈妈的做法让人痛心 在上海上大学的女大学生 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误播了几千公里以外 妈妈的电话 发现误播之后呢 女大学生第一时间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呢 自己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觉醒来 女孩打开静音状态的手机 一下子就愣住了 手机上显示有38条未读信息 和22个未接来电 全部都是凌晨三点以后打进来的 38条未读信息差不多都是一个内容 凌晨三点过五分 姑娘 你怎么了 凌晨三点二十分 姑娘 有什么急事 凌晨三点三十分 姑娘怎么不接妈妈的电话 凌晨三点四十六分 姑娘缺钱了 跟妈妈说 妈妈给你转过去 凌晨四点 姑娘 你还好吗 能不能给妈妈回的电话 凌晨四点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别吓唬妈妈好吗 凌晨五点 姑娘打了十几个电话你都没有接 妈妈真的好担心 凌晨五点半 姑娘 六点半妈妈再给你打电话 你再不接的话 妈妈会疯掉的 女生赶紧把电话给妈妈拨了过去 告诉妈妈自己不小心误拨了电话 自己在寝室里面好好的 而另外一端 心急如焚的妈妈听到女儿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来了 而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滚落 想必这个女生不一定能够理解 为什么自己在凌晨中无意的一个误拨电话 会让妈妈如此崩溃和抓狂 因为只有当了妈妈的人 才能够理解而行千里母担忧的含义 其实每个人对于人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比喻 人的一生呢 其实就是太阳升起到落下的循环反复 上半场是妈妈在朝阳中牵着我们的手盘伸学步 牵着我们的手去幼儿园 然后上小学 读初中 进大学 再由妈妈牵着我们的手走入红毯 步入婚姻的殿堂 上半场的旅程是父母对孩子的呵护和牵手 所以才有了凌晨三点的你 一个误拨电话就能够把妈妈的牵挂 变得像发疯一样的抓狂 凌晨的下半场呢 你跟妈妈将互换位置 你牵着爸妈的手去户外 去餐厅 送他们到暮色处 然后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 他们能去而你不能去的地方 下半场的旅程是孩子和父母的牵手和孝顺 所以才有了古话父母在不远游 也才有了年事已高的父母和子女 24小时不敢关机的牵挂和守护